標題是帶著利器去隨機商人抗議 內容意見說 彰化市長林世賢 害我買不到知名的蛋黃酥 要直接帶著利器槍械 去市長辦公室為他吃慶祭 這是彰化施工所在四號深夜 從民意信箱收到的恐嚇信 來到信中說的這間知名蛋黃酥 因為業者已經改成了網路訂購 沒人排隊 但之前每天大排長龍 引起交通混亂 周遭鄰居也很反感 還被市長林世賢說是麻煩製造者 沒想到現在有人自稱 買不到蛋黃酥 要對市長和民眾不利 民眾都覺得很誇張 但林世賢本人很淡定 雖然林世賢說不擔心 但施工所還是立刻報案 除了持續追查發文者 警方也更改了市工所的巡邏強度 從原本一個派出所每小時巡邏一次 增加到三個派出所每小時都要來巡邏一次 同時也會加強官邸的安全維護 我是新聞 無連消遇的現中一章話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